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第二位参赛小选手 希希 欢迎第三位参赛小选手 龙龙 下面就请三位小朋友就位吧 好的 三位选手已经就位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说明规则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首古诗 学完之后我就会向你们提三个问题 让你们抢答 在每道题抢答之前都会有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然后你们谁想回答问题就赶快按下面前的抢答器 速度最快的那个人才能获得回答问题的机会哦 答对一题得一分 答错不得分 不过要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 游戏结束时 谁得到分数最多 谁就获胜并得到我们准备的奖品 大家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 笑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是王安石的作品 博传瓜粥 博传瓜粥 宋王安石 金口瓜粥 金口瓜粥 蜜水煎 中山枝阁 树重山 春风奏绿 江南岸 明月何时 赵物环 博传瓜粥 是北宋诗人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这是一首抒情记作 写作这首诗的时候 诗人刚刚恢复了相位 这意味着 他有可能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 继续推行改革 不过 他对前程 并不敢抱太多的幻想 在欣喜之中 也隐隐还有一丝担忧 其中名句 春风又吕江南岸 明月何时 赵物环 千百年来 一直为人所传颂 诗中 绿子将无形的春风化为鲜明的形象 极其传神 京口和瓜州之间只隔着一条长江 我所居住的中山 隐没在几座山卵的后面 暖和的春风啊 吹绿了江南的田野 宁月什么时候 才能照着我回到中山下的家里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 该诗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大有急欲非洲度将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愿望 其实 在字里行间 也遇着他重返政治舞台 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这首诗最亮的字是第三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 这个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 极其赋予表现力 接下来从三个方面为大家赏息这个绿字 第一 前四个字都指从风本身的流露着想 这样的描写看不见的春风 依然显得超像 也缺乏个性 日子则开拓一层 从春风吹过以后 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 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 转换成仙梦的视觉形象 春风扶絮 百草史生 千里江岸 一片心绿 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 诗思也深沉得多了 第二 这句诗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 与诗人奉召回京的喜悦心情 相写和 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 春风 诗指黄恩 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时的相位 表明他决心要把心法推行下去 对此 诗人感到欣喜 他希望 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 驱散政治上的寒流 开创变法的新局面 这种心情 用律子表达 最微妙 最含蓄 第三 律子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 这正是本诗的主旨 建于第一次霸向前夕 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 对于这次重新入巷 他心里还是有很多的顾虑 变法图强 强谷复明 是他的政治理想 退阶零下 余情悦性 是他的生活理想 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 秀丽的中山 田径的山林 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暗含作者 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 这首诗的前两句朗诵时 音量不必太强 气负变化也不用太大 这为的是突出接下来的两句 第三句 情绪色彩要明亮 粒子要加强吐字力度 适当增强一些薰生成分 并按调指顺势延长 以示强调 将拿暗三字 采取语式要逐渐变高 暗字处在句子的高点 字尾要烧扬 以引领下吻 和十二字要适当点染 照我还三字 音高要渐降 语速放慢 下面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吧 请坐到 Three most of our oldest 宋王安石 effectivement thank you 抺制裁 星震 我们足够 中山之隔 树重山 春风又绿 江南岸 明月何时 照我还 小朋友们 现在到了问答环节了 准备好了吗 下面请听第一题 这首诗是在哪里写的 莺莺同学的反应最快 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吧 在瓜州 诗的名字就是博传瓜州 答得很好 莺莺同学对细节的把握很好 下面请听第二题 这首诗是什么季节写的 还是莺莺第一个按下抢答器 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吧 春天 回答正确 加一分 莺莺同学今天可真积极呀 这首诗的第三句是春风又绿江南案 既然有春风 当然是春天了 加面请听第三题 诗人是要从哪里去哪里 还是莺莺来回答吧 在这儿要从瓜州去金口 回答正确 莺莺再次获得了一分 这次测试 莺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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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